年度试谈盛世万千新徽颁奖典礼2019圆满结束 各个奖项尘埃落定 医疗剧白色强人凭着用心制作 成为本年度最佳剧集 马国民也凭唐明医生一绝 齐迷了12次 终于手风势地 我没有想过 对 我在看 今年跟我一起去 竞争的同事对手都很厉害 对 我老师没有想过 今天晚上有机会拿这个奖 现在已经相信自己拿着奖了吗 对 相信了 谢谢白色强人每一个工作人员 对 谢谢他们 至于最佳女主角方面 就由赛前呼声最高的红姐辉英红 凭铁探万熙华一角勇夺诗后 我没想到 然后我还帮千娃穿衣服的时候 叫了我的名字 我好尴尬 演了四十多年 第一次有这么尴尬的反应 然后脸上马上机又再抽书 因为没想过 那么突然 第一啦 第二就是自己还没准备的时候 回来 那种是我觉得很尴尬的事情 荣生做爸爸的周博豪 凭剧集多功能老婆 首度勇夺 最受欢迎电视男角色 博豪除了感谢总监制陈宝华之外 更凭剧集片尾曲《让爱高飞》 夺得最受欢迎电视歌曲 恭喜博豪 恭喜 谢谢 很难得的一个晚上 还有就是哇我今天已经从医院走出来 然后以为我自己应该工作的时候不会有什么生病的感觉 哇现在真的真的不行 对 真的想晕倒 然后所以大会就会去医院 然后要看看什么情况 因为医生说又不是那个流感 又不是感冒 又不是现在一些的病毒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一直在发烧 然后退了 然后又发烧 所以大会也会要看看什么事情 而最受欢迎电视女角色 就由同剧饰演失婚女强人 蓝菲的杨谦华 以及平日经销大厦 艺人分饰两绝的李诗华双双夺得 今天是很开心 然后我觉得很特别的意义就是 这个是角色的长相 然后是我自己拍一剧 这经验不太多 其实我演过不同的戏 但是电视剧真的不是很多 然后这是遇到一帮非常好的演员 还有就是宝华姐非常好的剧本 所以大家的化学作用几下 就是互相成就了蓝菲出来 所以感谢我的老公 那个浩然 然后我好 还有就是我闺蜜 韦哥跟猪猪 所以都是大家一起的 共同的分享吧 我今天真的很想 其实很想陈山聪拿奖 到他们宣布男主 还有最喜爱的时候 没有他的名字 其实我真的是有一点不开心 有点心疼 然后就宣布我的名字的时候 我真的很乱 你知道那个心情真的很矛盾啊 因为我就很开心 也很不开心 那怎么办 所以很矛盾 那个心情真的很复杂 因为如果真的可以给我选择的话 我宁愿陈山聪拿奖 我都不拿奖 我觉得她是 她是真的付出很多 一个很努力的一个演员 同样竞争激烈的 还有最佳男女配 赵希洛凭着经销大厦 饰演一载成狂的角色 首度货班最佳女配角 由好姐妹黄志文 手上接过奖项的Candice 跟在台上喜极而继 真的没想到 这次真的是我吗 也是黄志文 扳给我 她是我一个 很好很好的朋友 我最好的朋友 因为她在台下的时候 哭了 我也哭了 你看到她哭 你都知道是你了对吗 不是 我看到她哭 我一定哭的 她每次哭我都哭的 但是她加我的名字的时候 这次没想到 而最佳男配角 就由在爱回家之开心苏弟 将费青演到出神入化的 周家洛抱冷夺得 我实在是吓得一惊 因为其实我本来觉得 自己代表开心苏弟 我也不敢有松懈 我都已经有一点准备 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 自己第一个奖项 可能是这个 真的没有想过 所以爱回家的所有的家人 都很替你开心 对 这个是我最开心的 得奖的时候 我看见我台上的那些伙伴 他们都很替我开心 他们都上来拥抱我 我觉得那个时刻是最感动的 飞越进步男议员 就由张震朗夺得 他总算是打破 地狱黑仔王的宿命 我很想我谢谢我所有的同事 对 我跟他们就是很开心 一起工作的时候很愉快 所以刚才就是我哭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们在附近 一直不断地 对 不断地弄我 让我哭了 而飞越进步女议员 就由去年非常多产的 张希文勇夺 紧张的就是自己都有提名 都有想象过 如果我赢的话可以讲什么 但是当奖上拿上手的时候 就是脑子都是全部都是空白的 就是好多好多人要感谢 至于最受欢迎电视拍档的得主 就是凭大热聚集 即经销大厦的陈山聪和李施华夺得 因为我们这个戏 真的是我们两个人一起做 还有其他人 所以我觉得 对 真的是很代表着 我们的之间的努力 我觉得很感动可以拿到那个钱 还有就是真的 每一位观众都喜欢我们两个 对 所以感谢 感谢 好 很有信心 每个观众喜欢我们两个 两个 所以既然是大家选出来 最佳的大胆 最喜爱的大胆 之后应该要不停地合作才对 看看四华街 他有没有棋 刘丹纵横演艺圈多年 演艺过无数经典角色 无论是真情的叉烧饼 还是晚晚在 爱回家开心宿地里面的根书 丹爷都用心演艺每个角色 这晚货班 万千光辉演艺人大奖 绝对是实至名归 适逢1月12号是丹爷的农历生日 全台议员更在台上 为丹爷唱生日歌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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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不到是 刚好今天就是我 农历的生日 明天就是杨历的生日 这个很奇怪 很奇妙 奇妙 难得一遇的 所以 再加上这个奖 心情是特别的激动 那你准备好 刚刚就是包哥 还有家人 吃饭 庆祝 很多庆祝活动 一定有了 一定有了 他们会有 爱回家的一个 我们爱回家是很多 很多很大阵容的 阵容很大的 除了颁发戏剧奖项之外 这晚也颁发多个 非戏剧节目奖项 最佳非戏剧节目 分别由 《嫁到这世界编端3》 亦想得到 晚间看地球 森美旅行团 出走澳洲夺得 而最佳节目主持 就有每个礼拜日晚 将欢乐带给观众的 娱乐大家的主持 汪明泉 苏永康 森美和余德成夺得 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 在过去的一年 就带了很多的欢乐 欢笑给观众 这是我觉得 自己最开心的 因为我们这个节目 主要就是娱乐大家 希望大家在繁忙的工作之余 可以轻松一下 结果我们都做到了 对对对 尤其是 王阿姐的 她从来没有做过 这类型的节目 这类的游戏的节目主持 我还是第一次 我也是第一次来主持节目 我上了 表示说我上了一条好船 对不对 那这条船还会再开吗 会再做吗 继续前行 哇 哇 哇 耶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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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